虎妮在村里摆摊卖烧烤 最后让村里变成了集市 大茶子粥 两分钱一碗咯 鸡蛋四分钱一个咯 一分钱就有音帮你煎得香喷喷的 徐志兴带着徐红英来到大哥家 跟罗昭弟打了声招呼 把东西放下 人就骑着车往柚子家跑去 半道上遇到徐春生 嗯 春生 你上村委干啥去 你去干啥我就干啥 嘿嘿 那你慢慢走吧 徐志兴说完 快步登了几下 后车座却被徐春生拉住 叔侄俩一路有说有笑地走到柚子家 此时柚子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呦哼 这都快大中午了 你猜起来啊 你妹妹在村头赚钱呢 你咋不去帮忙 徐志兴把车停靠一边 又把手里的包裹甩给柚子 上下左右的打量 嗯 虎妮干啥去了 柚子才刚起床 牙都还没有刷 脸也没有洗呢 就站在外面吸一会儿冷空气醒醒脑子 他二驳就来了 虎妮 早上不到七点就拿摔炮去找老三婉 哦 他就是爱热闹 堂兄弟俩看着徐志兴 跟着眉头苍蝇一样 到处乱窜 最后一头钻进了灶尖 我第一个娘类 啊 里头是啥 是能勾衣服的线 不是羊毛线 嗨 这些颜色可真鲜艳 啥时候搞过来的 你这怎么不早点上镇上找我啊 这分分钟人家都能给你订完了 二伯 这线昨天晚上 还是白色带美点的瑕疵品 我跟虎妮 昨晚染大半夜才弄好的 你吹牛皮吧 你俩有这本事 还能染色 这老裁缝 就有门染色的手艺 传男不传女 而且这染色又得煮 又得洗 又得晾晒的 没有十天半个月 染不好一匹布 就这个颜色 你现在能染布 徐志兴立马把自己的外裤给脱下来 弄得两个侄子 赶紧捂住眼睛 你们五个屁的眼睛 我这里面还有穿线裤呢 徐志兴又把外面的工衣脱下来 他这套工服已经穿了好几年 颜色都已经洗得发白了 这天蓝色就跟他工衣以前的颜色一模一样 如果真的能染成 那就相当于他又有新衣服穿了 这一时半货也晾不干啊 你到时候穿着线裤在外面逛啊 什么长辈一点都不稳重 柚子还是听话的开始调色 二伯 这颜色可以不跟天空一样蓝 真不错 瓦蓝瓦蓝的 在深点 这颜色穿没几天又浅了 深色能穿久一点 你可拉倒吧 到时候人家轻一色的一样 就你颜色跟人家不一样 柚子也不搭理他的要求 就把明凡跟顾色剂也倒了进去 拿起衣服一起放进去浸泡 在等待的时间里 柚子跟他二伯两人一起商量着 这些东西该给什么价格 你这些毛线染好色 我全拿走 昨晚我跟妮儿都商量好了 家里全部人都留一件当过年衣服 好孩子 可是这样太浪费了 拿来卖多好 这些粗线的留着 还有两百个细线的可以卖啊 柚子站起身 跑去他妹妹的那屋 提了那个装毛线的麻袋 好家伙 这些细线 手套不得高级技工才有 徐志兴刚打开麻袋 就被面前击打白色手套给惊到了 哎哟 这个就给你两打 其他的留着到时候干活用 柚子把其中两打给抢了过来 拿出五六副塞他大哥手里 这到时候开春干活才不动手 这小子现在赚的钱多 都拿好东西不当东西了 这染料看起来不难弄 我要是把所有的衣服重新染一遍 那岂不是都是新衣服啊 然后他就接收到了两个侄子的白眼 不由得小声嘟囔 你们还真以为我傻啊 这深色的肯定不能染 柚子没理他 自顾自地收起毛线 齐活做早饭 大哥 还吃点不 他不吃 我吃 现在吃点 到时候回镇上就不用再去吃食堂了 有肉部 我刚进村口的时候 母妮儿还叫我吃肉串呢 行吧 也算运气好 给你吃一些新奇玩意 村长和马会计 一大早接几个从农场转过来的老人和孩子 有个小孩发着高烧 村长担心出事 马会计 你年轻力壮的 快走几步 找村医等在晒谷场旁边的茅草屋那里 知道了 村长 马会计刚进村口 就发现自己村里好像有个急 三步一吆喝 马会计 来点鸡蛋不 大茶子来不来一碗呢 马会计看着热腾腾的大茶子粥 还真别说 他有点饿了 不对 啥时候村子里能做买卖的 这不是在投机倒把吗 你们都干啥呢 还不赶紧收起来 村长都要回来了 众人一听也不怕 就剩一两碗 来一碗吧 就两分钱 是啊 我这还剩三个鸡蛋你都要了呗 里面有人帮你煎呢 给个一分钱 小虎妮就帮你煎得喷香喷香 这时马会计看见村医 正举着黄白相间的鸡蛋走了过来 那鸡蛋上面还撒着星星点点的红调料 老李 村长让你等在茅草屋旁 你手里这玩意能好吃不 别有滋味 马会计也买了三个鸡蛋和一碗大茶子粥 走进里面 让虎妮帮忙煎鸡蛋 会计书 别人两个得给我一分钱 你这三个我也给你收一分钱得了 他这炭火也就只够煎几个 这一早上的翻鸡蛋都翻得手酸了 啥时候村里人这么舍得吃了 这和知青没事煎啥鸡蛋吗 我只是出来玩一下 现在弄得我一直蹲在这里脚都开始骂了 虎妮煎完马会计的三个鸡蛋 大喊道 没火了 不煎了 我要去玩了 这声音正好传到了刚要进村的村长众人耳朵里 难不成孩子们在玩火儿 这可不行 这到时候一阵风吹过来 火心子烧到茅草屋可砸整 赶紧的走快几步 门 阿猪 站好